好,我们谈谈双汤 因为他今天截止认救 但是外电就报道 美国财政部有机会在星期五 将双汤集团在香港完成招股之后 将他的公司列入中国军工企业的黑名单 那个报道大概就是说 公司被美国指控 就说他在新疆进行一些侵犯人权的活动 美国总统拜登在6月的时候 就签署了行政指令 禁止美国人投资所有在黑名单上的企业 如果真是放入黑名单 就意味着美国的投资者 包括机构投资者 就不可以买双汤 你怎样去解读这个新闻 以及说如果投资者真的买了 就是抽了双汤 应不应该抽票 其实我第一句想说 抽票已经抽不前了 这一句 因为我一向知道 其实如果借孖展的话 通常你是完成招股的前一天 那你就要完成这个孖展的行为 最后是上午你要完成这个行为 如果你说抽票的话 很大机会就是一天再之前那一天 你可能就要抽票了 这个OK 所以其实是 就是看回双汤 完成的日子 其实有机会部分的捐箱 是不给你抽票 其实不出奇的 OK 所以就似乎 有点动了腹的感觉 第二就是整体的事情里面 我就会用个四字成语 就很容易大家明白了 就是叫做雪上加霜 叫做 那就是很简单的 其实双汤本身这个招股 本身都不见得是有太大的 利用的价值 因为我们无论用个ps的ratio 或者是那个所谓的增长率 或者是一个同行对比里面 其实都不是说特别的 就是你说的双汤集团 这些是纯粹是AI的独学兽 其实你在美国有没有是近乎100% except一样的企业呢 那老实说肯定是有 但是问题是人家那些部分 一两只它的增长率 那其实那个百分比这么高 就是它的ps ratio 也都不见得比相当高的 OK 那何况就是说相当是玩到 现在仍然是非常终于简明的是 有营收无盈利的股份之余 它无论是否计算是 就是adjusted的eater 基本上的亏损都不是太少 而我们就是说在中期的所谓的营收的增长 也都不算是太过是出息的 那你也看到它将那些就是 所谓的AI也都分了几项 就是智慧城市啊 就是几项物体 那你也看到每一项的增长 都不算是太过大的 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看到其实这个股份本身 就是我们自己觉得可以抽的利用价值 都相当比较有限 那何况就是说加了现在又说 美国投资者不可以买 那其实这个momentum也都可能进一步去 稍为失去 那所以在结论里面 本身就算先离生了先 就是无论有没有这个 是所谓的黑名单事件之前 我们自己基金也是对相当的态度 是当是100% 是看不到这个number 是没有分别的了 那你看到我都说到这样的态度 那你就知道我的看法是怎样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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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